救援一个桑塔纳,经典板桑 现在在路上熄火打不着,看一下什么情况 走到这儿突然熄火了? 突然熄火了就点不着 电瓶没电 大概率是不发电 现在是有点滑车 现在是有点滑车 然后是有点滑车 就在车子里面 有点滑车 就在车子里面 有点滑车 电瓶说是新的 拆脚刹车就灭了 发电机不发电 发电机不发电 所以没有电支撑着,所以电烤完了就熄火了 我先给你挪边上,要不然一会儿就又熄火了 往那边上烤 可以,去公交车前面 好,你往前上 不用扣死,不用扣死 你直接上就行 三脚架我给你熟 你自己担心 我可以,我去公交车 不然,我来说 你这个车子 你这个车子 都会让我给你熟火了 你这就好 你这个车子 你这个车子 都会烦 你这个车子 你这个车子 我去买 能换 不给电瓶充电 正常的充电量 12V的充电系统13.7V才是正常的 这个现在8点几V 再找一会 就又熄火了 再找点赶紧熄火 对 自己就熄了 自己就熄 就这发电机不发电 换个发电机就行了 这个 这个还多少 550 换好550 不发电了 就是用的全是电瓶里边电 没有发电机的给发电 没有发电机给它充电了 知道吧 只能换 只能换 比如说 我自己给电瓶充电的话 嗯 你说把电瓶摘掉充电 我给它充电 跟它没关系 你就算给它充满了 然后你装到车上 跑一跑还会灭 只要把电瓶里边电耗完 它就灭了 明白吧 你想想如果是电瓶的问题 它不可能说行驶中熄火 知道吧 你只有放那以后 它有可能 实际上电瓶没电了 导致熄火了 知道吧 你那就是 发电机不给电瓶充电了 所以才导致熄火了 有没有 没有 怎么这么贵吗 8.1 哦 有点 没个旧的或者啥 弄一个的便宜点的 这玩意没旧的 你现在这东西都多少年了 这新的总共几百块钱的东西 谁去捣捣那旧的二手的 又不是说几千块钱的东西 这家具我无许 花了多少时间了 我现在再给它放个那玩意 还可以这一口里去 便宜点吧 这没多要了 五百五 因为这只能说五百五给你全下来 反正救援不是还剩下五十块钱为款吗 反正给你除掉只能说 总共五百五 差不多各八小时吧 连拆袋装连配件送过来 就在这就换了 实在不休是这吧 他现在还能还能维持一会儿不 不知道啥时候他就熄火灭了 就 我想是离家也不远了 嗯 我意思是拆过去 都可以 你看 都可以 都可以 不在路上待了 嗯 你说这保不去山手干鬼灭是吧 对 过去 过去的 在哪儿 去这个新加密了 新加密哪儿 新加密这儿 北城路 在这个 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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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走 走 我跟着你 嗯 扣上 好 灭了,试试 灭了试试 还是不太能冲上,因为打着耿耿,费劲 没有,反正就是不办 就是发电,发不上 现在就是纠结这边,发不上 一看吧,又不会扔上去 这两天就行似着换车去 可能是现在一时是电瓶还好 对,电瓶正常,就是发电机不发电 如果是电瓶的问题,它不会说你走着中途它熄火 它就是发电机不给电瓶充电了 所以它会走着熄火 我刚才这个地图上课了,你们离这儿也不是很远是吧 不远,就在前面广岸路呢 广岸路呢,不太清静了 对 我当时的就是这吧 我等会到中午了,我再试试 它如果咱是这转型的话,咱不行换一块 反正这是我合计合计,我感觉有点贵 可以,我是可以 可以 反正一码是不一码是 可以 但如果它是行了 比如说我出去溜达一天,它是没啥事 可以 就堵呗,就堵了好了 没问题 没问题 当时时间都不动了,那可想换一个啥子 没问题 嗯 我这一下子就说,这好贵啊 不想搞,不想搞 这都是 可以 这完准备卖啊,到时候弄的卖不上架 我再贴上这么多 要不远的话也行 嗯 不远的话也行 也方便 我就在这附近算上吧 可以 它真虚活了是吧 因为路边能调到就一把方向又过去了 对 可以 可以 我整入口 你加我个微信 刚才那个 那个是 打电话是谁的 平台 平台的 哦 这个是你自己的 对 你卖车也可以找我 我们收车 那你客车完也能追多点 你 就现在这个 你现在看 这是 我 那我认为就 过了几次了 你 你先看大线都追多一下 你先比个大线 你 你 我看 给我想到 什么 十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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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底买的时候 我人家说的是 有补气 但是具体啥 反正我也没查 最近时间查了 查了也没意思 对 你买了多少时间呢 买一年 一年 我人家说的是有补气 但是 有补气 这题是啥情况 我不知道 我没问过 我觉得问也是白问 没啥意思 想换其他车呢 最近下公地呢 我开车玩意 你说 我 我看 一直看这一样 对 这就好的 比如说太那么强 对 太累 对 反正就这东西吧 你在 你现场看 你大概先顾一下 轮值多少 哈哈 哈哈哈 我才给我想的 哈哈 哈哈 轮胎是新的 轮胎到你手上你换的 轮胎是过过年前的 过年前先换的 现在我给的价格就是七八千八千 因为在年前的话就是年初的时候还能卖那么的个价钱 但是但是现在掉的快的很差不多也就是七八千块钱 嗯 当时买的时候还花一万元 嗯 去年哈 嗯 差不多那价钱 这十一半 嗯 多数开以前十一半 差不多 因为这东西你想再跌也就那样子了 嗯 嗯 都可以学到这两千多元钱了 对 嗯 嗯 所以说二手车你总体来说你一年亏个几千块钱也差不多正成 因为你像收回去我们卖也得挣个两千块钱左右对不对 你说不挣的话你投资呢也来回过户乱七八糟的也是麻烦事儿 所以就准备准备 对 所以 所以说 对 所以说你不能按卖到个人手里那价钱去算 哦 那慢慢去 现在说白了玩这种手动挡的车 可能 卖家可能出去就顶多到一万块钱 对 因为现在玩这种手动挡的车也少了 嗯 像年轻人好多驾照的有可能都开不了手动挡的 嗯 行 那就这样你到时候跑跑看 行 扔路上了 啊 这位 你试一下 嗯 勉强能打招 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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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那五十你直接转我微信上就行 我直接给到你这儿 可以 嗯 行 你看吧 嗯 你啥时候 想换车或者是想换发电机你随时跟我联系都交 可以 嗯 嗯 好 好 行 我喝几喝一碗了 找电话 行 那就这样 嗯 走了啊 嗯 嗯 嗯 我 好 donc 我 嗯 好